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院长他宣布在我们节目中正式宣布他要参选总统 那院长这是因为是因缘具足了吗 时间就是最后的因缘考量 所以时间一到一成熟我就宣布 现在已经是葡萄快成熟了吧 已经成熟死了 应该快了 快了 那如果是2月28号现在没几天了 那您是选择2月或3月会公布的 应该是3月 3月份 对 那你就说因缘是圆满的一个状态 是 是一个饱足的状态 是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缘分呢 就是时间做考量 挑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是 院长您从政四五十年了 44年 44年 所以而且当政府院长也相当的时日 在政坛上过去曾经有人邀请您升任这个行政院院长 那后来当然就是说国民党要选政府总统的时候 也有邀请您搭档过 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这个姻缘 我相信这个时间点不仅止于是现在 过去阿本的时候 两三度邀我去这个阻隔 后来我都是谢绝了 因为如果要去的话 也要我们党的这个同意 所以第一次正式邀我的时候 我跟当时的主席就是马英九先生 来跟他报告 但是他好像不与同意 所以当时就没有 两三次是分别是哪些时候 最早好像是林全先生在当主机长的时候 在其次就是有一天记得见 我在成立的那一天 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十月十六号吧 那一年可能是几年我忘记了 但是这个查一查就知道 那么后来马英九先生在台北的火车站 他要到一旦去就在那边开记者会 说王院长 那有民进党政府邀请他 担任行政院长 他就认为说这个不宜 他不宜的理由是 我不知道 就没有戏谈就对了 那所以我就没有 那么第三度是在最后一次 那么他邀请好像张军雄先生要在 回国 重做洪富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一次他是更积极的来谈他几次 但是我们我都没有出面 那时候我没有出面 以前我是有出面 那一次都是我的幕僚 跟他的幕僚去谈的 谈了几次 我还是觉得说还是不宜 那你能够守在立法院 为国家的政策来做一个决定跟推动 让他成为法律 我想这个很重要 能够在立法院为国家 为人民奉献服务的 还是非常的宽广空间 所以我就没有去 好 院长当初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阿扁执政的时候 邀请您组阁 您认为当时候的考量是 对于对方来讲 对方来讲 可能他们有需要 这个国内的一个和解 这个和解是最重要 他的政局才能够稳定 才能够大家在和谐的情况下 团结一致 你没有和解就没有团结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马英九总统 不是 马英九当时候是市长 2000年的时候 他是1987年 对他是市长 1998年 2000几了 2007年 那个时候就宣布要进选了 对对对 08年他当选了 对对 院长就说在这个后来呢 当然就说几度这个政副总统搭档 您可以给我们详述 就是说当时候是谁找你想要跟你怎么做搭档 是的 07年的大概4月12号 那天呢 张清波秘师长奉主席之命 那他来邀请我 因为当时大概他 原则上都已经获得 国民党的一个提名的样子 那么他来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跟他讲说 我还是留在立法院 那希望他另外再找人 因为还有很多会很适当的 能够帮助他的候选人 那么他来了两次 一直强调说要等我两个月 所以从4月12号一直到 大概是5月 大概6月 大概6月20号左右 那么这个之前呢 两度我都跟他讲 这个还是另外在找其他人 所以在6月20号左右呢 他就这个认为说他已经找到 那可能小婉长先生是他一个搭档 那后来呢 他还亲自到我的官社来看我 那天满常都是记者 他在那边跟我讲说 那是不是我就继续留在立法院 就留在立法院 您觉得他那次是认真的吗 非常认真 那么第二次呢 是在11年 当时是农历年的 严厉四号的样子 那么他主要呢 是这个谁呢 就是廖廖宇先生 也是当他的幕僚长 他奉命到南部来看我 也要邀请我们南部 所有的立法委员 党籍的 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县市议长 都一起到我家来 所以当天呢 一共开了四周 包括这个澎湖的 林炳坤委员他们都来了 那一天呢 他是亲自 有两项只会让我能够选择 做一个决定 第一是副总统的人选 第二呢 就是继续留在立法院 当天我没有回答 我说 他们考量了 那么一直等到四月 大概呢 吴敦利先生 好像就 扶出台面了 扶出台面 他就决定 要担任这个搭档 那呢 后来到九月的时候 我们党内 正式要提不分区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正式 敲定 我来继续留在立法院 院长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样讲的 马英九他两次选举 都曾经邀请您 担任他的副手搭档的话 他的考量是什么 是非常 想要借重您在地方 动员的实力呢 还是基于党内的一个平衡和谐 我想应该 他的考虑是多面向的 所以 当然 一定是对他的选举有帮助 有一个互补性 我想这是他一定考量的 任何人要选的话 一定都是从这方面去考量 是 那后来朱立伦 是不是有曾经打过你的主意 那个说来话长 没关系 这次难得吗 我想也不用说得太清楚了 那他自己也在报纸上有讲 他有邀请五六次 要我来选 但是呢 这么多啊 那他在报纸上也自己讲的 他自己讲的 你意思说他自己都这样讲了 对对对 五六次当然 这个都是在党内决定 要这个 等于要让 这个洪秀术女士 我们的副院长 这个让他不具体来担任 我们党内的 这个获衔人 就换柱嘛 对换柱 我让院长讲话非常严谨 他不用我们一般媒体所用的换柱 我换柱风波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 这个时候就来看我了 来看我呢 之后 就说 党 依据各方面的民调 还有各方面的反应 找我 来担任搭档的 应该是最适当 不是来找我 来担任提名人 所以是他 所以当时是他要求来征召 那呢 后来在这方面 我也等于同意了 说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就同意你的征召 征召是副手嘛 对不对 你说征召是 征召是我选总统 你选总统 对啊 当时 他自己没有上阵之前 他来邀请你 对 邀请你选总统 对 一直到 这个最后的第二次来看我 也是没有改变 但是最后一次呢 就是要犯罪 前的 两天 星期四 又来看我 那一天就没有表示什么 但是我当时跟他建议 你最好 这个 你在 这个 所谓 等于 里面 普通讲就是换住之后 换出来 对我的阿条 我的 我的这个 好妹妹 这个比较不好意思 但是事实上 大家做这么 称谓 这样一个 事情 一个事件 像九月真真 马王斗 大家都这样讲 像九二公司也是这样讲 没有九二公司也是 有个名称之来 一样的 那么呢 我说你早上 这个程序完以后呢 你这个就停止 不要再动 那你应该就是 要好好的找党内的一些大佬 像连先生 马先生 吴敦毅先生 吴伯雄先生 等等 这些大佬 一起来商量说 现在已经面临要一个征召新人来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应该 这个告诉他们 那你认为说 征召谁是有什么依据 要去征召他 后来呢 反正 说 这样子他们大家同意以后 以后这些人就共同一个 这个等于推荐 推荐给中常会 中常会完了以后呢 由中常会 在召开一次 临时的党代表的大会 在大会上 你在正式 来 做提名的这样一个程序 我说这样才完成 我说了不起再多花两个礼拜 那让程序完成 那后来 那一次的星期六早上 那完成 换人的程序 因为中午 马上就开 中常会了 推荐的 新郎不是我 对 院长 我就在等你这一句 那所以就说 你是不是就看出了他当初找你没有明确的时候 你就觉得可能就他自己要出来了 本来算很明确了 怎么会没有明确呢 五六四来都是谈的该怎么怎么样啊 大概准备状况怎么样啊 怎么会没有明确呢 对你来讲很明确啦 可是对一般的外界都会猜嘛 这个是算秘心对不对 对啦 这是他已经讲出来啦 所以你再问啦 所以我才讲 本来这种事情我不便讲 对对对 院长你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录音间嘛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对第一次 第一次 那院长就是说你在考虑几个时机点 其实对你生命来讲 政治生涯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呃您刚刚在详述这四五次 主委员找你的过程 我在想说上一次时机很不好 你为什么他前面两次你会一然决然说好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意 对啊当时他一直有来告诉我啊 说党内的各种民调或各方面的意见 看起来还是有最适合嘛 所以他才来了好几次都到官邸来 我们来在那里见面 那时候如果是您真的成真的 你就必须要跟党外的好友 蔡英文会有一个对决 那还是在一个体制上 本来每个党都有有人嘛 嗯 啊不是我的话也有别人啊 是 那好朋友归好朋友 那呢 但是党的立场跟党的理念 嗯 不是一致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 等于 即使怎么好的兄弟也要 嗯 各自登山 各自努力啊 对对 那呢 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 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合理 嗯 理性的 嗯 一个这个竞争啊 嗯 所以选举过程还是要和谐啊 那你有没有感觉上一次朱立伦做这个决定 后来结果论是对他来讲是有伤害的 我没有办法评论 你没有办法评论 好 我没有办法评论 但是哈 呃 他能够挑起这个胆子 我要啊 你要感谢他 嗯 因为这样子呢 这个可以说 我们免除 嗯 非常多的困扰 或者是呢 可以轻松一点 是 啊 我们就浮显就好了 嗯 如果那时候朱立伦他自己不挑 挑这个担子的话 您还会决定 我要为国民党 战这一回合吗 对他一旦决定 嗯 在 您在我们的 党内代表大会上 嗯 正式推荐的话 那当然 我们等于 哦 君子一言即出嘛 是吧 难道我已经承诺他了 嗯 那当然一定要尽我的一份这个责任 好 院长在这个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哦 您参选过立伦 甚至这本书哦 我们等下这种证书二十本啊 二十本啊 有王金平院长的亲笔签名啊 你十本啊 那就是说在您整个生涯里面我们看到这书里面从您第一次参选立委 我发现说你的那个阴气是阴气焕发那个梅雨之间的浓眉大眼那种阴气是从大概是您在教书的那个时候或是更早啊更早一点啊 其实我二十几岁跑立法院的时候王金平王院长就长这个样子他那时候政策会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 对政策会的副执行长 那时候叫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对 对立法院来运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委员是灵动时期那时候我们有跑过哈那时候灵动时期我就是副执行长了对后来就一路哦 院长我在隶属您参选立委参选政副院长而且政府院长那时候还有什么假投票之类的嘛就是类似党内初选后来呢您也进逐过党主席对不对那这会儿呢这个真正的已经正式宣布要选总统了三月哈 呃王金平王院长我想必会有一个非常正式盛大的一个记者会那时候会有一个正式宣布得给疑似不过王院长的第一次录音间处理秀就给了我啦我们先休息一下镜头广告再问他其他几个大家都非常想知道的一些细节问题马上回来 εδώ 5v context 再次调一下 一次公布完就來多逛幾次 你要不要在中間一點 可以看到王院長的 在不影響的前景 不然你作證會不會比較好 這樣王院長是正面 這個有一個 不會不會 這樣院長都是 不知道要到他正面之後 可以再過去 對吧 還可全額折抵無上限 臺灣大車隊點數折抵超划算 大家好我是富羽跟風張安經理王子楊 富羽跟風唯一戶戶邊間雙面採光 這什麼湖牌啊相公 相公是不湖牌 我不會長他這樣 現在直播 你好好 今天你要撐 相公是不能湖牌的 大家好我是孫立元永玲 流行音樂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你最愛的POP大王 都是活不了的 在一起 POP RADIO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氣 就一起在一起 POP搶先報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今天有請當事人邀請的是 前院長王金平 院長這個已經宣布要選總統 可是有一些什麼國師啊 自詢為國師的那些算命 就跳出來啊 那當然就是說 他們就說 哎有可能是王朱配啊 可是我想說朱立倫已經在12月25 去年12月25號 宣布要正式宣布參選總統了 那他選總統 他何必要跟你配呢 或什麼朱王配 那就更不可能了 如果說王金平王院長 最後一議選總統 而且只做一任的話 何必要選副總統嗎 您的看法呢 什麼配來配去 還是有這種傳說 各方面的傳說 或者是各方面的期待 都有了 那你說 這個時候 當然就是 兄弟登山嘛 還是各自努力嘛 做一個 依照黨內的一個出選機制 去進行這個競選嘛 那現在有人拱韓國瑜 他出馬參選總統 我個人認為說 歷然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有人講說 那政治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但是再不可能 怎麼可能說 他高雄市市長才沒做幾個月 就要跳出來選總統呢 難道國民黨窮得只剩下 韓國瑜嗎 這是我的一個發想 院長你以為也有很多人 利用你走春的時候 而且走春我們等一下談 王院長這個沒有過年的 您覺得韓國瑜這張牌 他這時候會打出來嗎 他自己會怎麼想 他自己也提過幾次了 說他還是趕快把市政弄好了 讓高雄尊政花大財 所以他不會去碰了這個總統 副總統的事了 那當然每個人的意願 我們都要尊重嘛 所以我昨天才講說 他有他的大智慧 他應該會做自己的一個 最美好的選擇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不便多談 那麼當然大家尊重他的意願 你會起心動念說 哎呀我在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 我三三動員 我給他這麼大的幫助 然後現在是不是他應該是要回饋了 那某種時候 你有一個時間講說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個如果換成您現在的想法呢 希望韓國瑜怎麼幫助你呢 每個人都需要他的幫忙 都期待他的幫忙 特別是黨在提名之後呢 一定更需要韓國瑜的幫忙 嗯 但是我們不能說過去成功 幫過他一點點忙 那你就回過頭來說要人家回饋 你也不能怎麼樣啊 所以我只能夠講說 我們的互動很自然 嗯 我們兩個人是心意相通的 是那為什麼在前 就過年前啊 哎好像大家感覺 譬如說您呃百業呢 好像韓國瑜韓市長對您來講 你們兩個合體說他比較熱絡 很多人就從政治動作學吧 來去去去這個分析去解析 那為什麼跟這個朱立 不是朱立元那個 跟武敦義主席的時候 他怎麼早就走了啊 就用這個來分析 你以為呢 他跟你是不是比較近 如果按照你們幾個人出來參選 他跟別人的互動我不知道 是 但是軍偶的互動是從他擔任高雄 我們市黨部的主委之後啊 就開始有互動啊 嗯嗯 啊這個比這個更早以前 他在立法院就做三屆的立委 當然有互動啊 嗯嗯 啊在他當這個主委之後呢 有幾多 多次的 到我家去跟我商量一下 研究一下 看怎麼樣提名 嗯嗯 啊這個這個施言 嗯 還有呢怎樣啊 來提名市長的輪選 嗯 都是啊 都是很自然的 是 這個互動嘛 嗯 而且啊 大家都是很坦诚的交換意見嘛 是 那最後呢 市長輪選沒有啦 嗯 就他一定要自己要承擔這個責任起來啊 嗯 那這個時候當然 我們也要主動的幫忙他 嗯 因為你覺得吳敦義吳主席他會不會選 就我不清楚 不清楚 但是你有一天要邀請他來這裡 嗯 這裡講話比較實在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因為我都直來直往 問的比較直接 如果按照您剛剛講就是說 朱立倫曾經幾年前拿著民調 來 研請你喔 那同樣的現在看民調 吳敦義他歷來的民調都比較偏低 那如果就跟您比呢 您您自己有做一些民調 您不會那麼冒失 呃只是看一個時機點就衝出了 就來了 民調呢 現在的狀況 如果是呃 吳敦義的低民調 你覺得這樣會促成一位 這個老派的政治人物 他還會呃想選 甚至感冒風險嗎 這個我不敢做任何的評論 是 那民調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嗯 那現在呢 這個 所謂的民調 當然很多都是在網路上 嗯 他的聲量 對 會有影響嘛 你現在是滿坑的上這個潮流的 啊 啊 往無聲量 嗯 當然 以我來講我會努力啊 是 但是我的努力是循序漸進的 嗯 啊 啊 民調以外呢 當然還要看實際的 各種組織的 嗯 這個力道 這個力量啊 這些都要做考量的 月老你怎麼動員呢 像我們如果單看春節 或說您在地方的一些 呃 現在應該已經開始在拜會了 齁 那你的組織力是相較於其他人都是特別強的 齁 齁再幾次都選現 尤其上一次 呃 這個 11月24號這個選舉 齁 都見識到 那歷來選立委那不用講了齁 所以在組織動員方面呢 組織動員方面 當然我有我的架構 是 那這架構大致已經完成了 嗯 啊 已經完成了 大架構 大架構已經完成 大架構已經應該都完成了 嗯 那是什麼 那看看 每個地區每個這個縣市 嗯 應該 啊 就找一些負責人聯絡人出來啊 嗯 啊這些大概都要敲定啊 已經敲定了嗎 大部分 大部分 哇這個動作很快啊 啊 啊 另外呢在網路上我們也有我們的 這個在努力啊 嗯嗯 繼續在努力當中啊 嗯 院長那您的不管民調或網路聲勢 現在如何呢 如果用比較性來看的話 嗯 應該是漸漸的一直上揚吧 一直上揚啊 對 那是居於一二嗎 我 我現在我不清楚 我們可以說是 如果黨內初選的話 真正最後的對決 因為我有時候在台面上我也是這樣評論 真正的對決這樣 大概就是豬王對決了 欸 這個我們吳主席也相當實力啊 你怎麼可以這麼講呢 我問出來問出來就是說 我對於吳主席你還是評估他會參戰的 我不清楚他他會不會參戰 不過他絕對擁有他的實力嘛 如果他參戰的話 他擁有他的 對他擁有他的優勢嘛 是 嗯 那馬英九嘛 馬前總統呢 因為吳主席老實講他 嗯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做得很好啊 他做最久 對啊做得很好啊 政績 非常不錯啊 嗯 然而呢 也是正通人和啊 嗯 那麼他在這個 基層上他有相當的實力啊 嗯 他認識也是滿天下的啊 嗯 是 所以 這個他一旦有意願選的話 嗯 那當然是 是一個非常強勁的啊 一個 對 這個候選人啊 那馬總統你覺得他只是說說而已嗎 他之前也來受訪 就是說他沒有封口 就是說他還保留一些機率在裡面 你覺得馬總統會參與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嗯 嗯 所以還是 你在這裡問我都遲遲的跟你講 是是 其他場合我不一定講的都是 我知道我知道 就從第一句您就開始很明確告訴我 您要選總統 但是您認為 不清楚 不狀況的您不會亂說 是這個意思吧 是 好那您認為參選的 不是 就是說折定的那個時機點應該是 呃 什麼時候 我就看說什麼 五月已經夠晚了 現在弄到 如果是到八月以前 您覺得時機點是不是稍微晚了一點 依照上一次的選舉 那麼呢 在登記的時候呢 是應該在五月 這個第二個禮拜的 這個 等於第三個禮拜開頭的第一天 我記得是這樣子 因為 我記憶首集呢 我是在 母親節的隔一天 正式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宣布 我不參選 那這個 母親節就是 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嘛 所以就是第二個禮拜天的隔天 嗯 那個時候 已經是五月中旬嘛 所以你認為 所以現在 我認為說 黨中央的決定 也是 混合道理的 嗯 也是混合 我們過去的一個整個慣例啊 嗯 那現在只是差一點就是 還沒有宣布 嗯 我們出選的一個機制 嗯 他的這個內容是怎麼樣 嗯 現在還沒有敲定而已啊 嗯 比如說他如果是敲定是 三期比的話 目前看 吳敦義 好像是這樣子 對 那也是根據我們既有的 嗯 一個選舉規則啊 嗯 所以這個都是很合常理的啊 你會不會要求全民調呢 全民調在立委選舉 不是都已經大部分採用了嗎 在其他政黨不也是用全民調嗎 這個全國的大選啊 你全民調 哦 那呢 究竟是不是能夠尊正挑選出最最棒的一個選手出來 所以不敢講啊 嗯 還是當重要參考嘛 嗯 那你有七成的話 哦 就表示相當尊重我們社會大眾嘛 嗯 還有呢 哦 就是有三成的 嗯 這個黨員的話 就表示也是尊重我們的黨員嘛 嗯 你一個黨要推一個候選人 黨員都沒有表示意見的一個權利 嗯 我想這個有時候呢 人家也會覺得嗯 嗯 好像不太適合吧 所以您比較傾向是可以接受七三的這個 他要民要什麼民調啊 或者是要這個三七制 我想嗯 我都表示尊重 我從頭到尾都採取這個立場 嗯 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因為黨中央一定是考量到 嗯 整個這樣一個提名的程序 會為人民所接受嗯 那麼呢 也一定會選出一位 最為人民所接受的一個獲選人出來 這樣才有聖賢的希望 嗯 嗯 那麼呢 這樣也尊重大眾了 嗯 所以我還是說 反正黨都有一定的考量 嗯 這考量呢 還是認為說 選舉過程 嗯 不但是為民眾所接受 嗯 而且最後要求得勝選 是 這樣子呢 不要說因為出選的體制呢 嗯 這個這個做法呢 嗯 又引來民怨 嗯 好像說 欸國民黨又是固態附盟 嗯 嗯 各方面的 好像 不太正當的選舉手段 又出來了 嗯 那這樣子人民怎麼能夠接受呢 對 所以只要這方面做得好 嗯 你用前民調 用這個三期比的 嗯 嗯 我都同意 好 這是院長他的一個答覆 那院長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不是黨內啊 爭的你死我活 或是說初選大家鬥的 非常的凶狠 而是說 你內戰 當然是一個初選機制 外戰當然要勝選為考量嘛 要打得贏嘛 那才是最終的目的嘛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跟院長討教 有關總統大選的相關議題 馬上回來 王院長加油 祝福您 你是我們高雄 你是我們高雄 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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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年快乐 迎接新的一年 最动力的Easy Car 将持续以最优质的中古车服务 与最完善的售后支援 让Easy Car 可以迎接每个重要时刻 在一起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刚刚忘了跟听众朋友提醒 今天有留言的前20通 这是我们过去采取的方法 20通留言我们都分赠 王金平前院长他最近出版了新书 瞧就这本 这个王院长有亲笔的签名 我们会一一赠送总共20本 院长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时机点的问题 再加上打法 您包括陆军 现在是空军了 现在您坐进我的这边空军了 你说连海军都要开始动员了 这时机到当然要了 是 陆军都在准备中 逐步的应该会完成 那空军当然向你邀防我 我就接受了 其他媒体要不然我会接受 会陆续接受了 对对对 已经排了 对对 院长在这个其他几位竞争对手 国民党内容我已经问了 就是说您认为 柯文哲他参选的几率高不高 你老三角 看事情会比我们明确一点 不关我的事呢 我不好谈 但是某种程度 如果就他的政治保鲜期来看的话 不可能坐满八年吗 这次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时机 对啦 他应该也在做积极的一个准备 也在做积极的做一个评估 那究竟会不会选 那你要去请教他 是那跟您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模式 如果您刚谈的陆海空的这种动员 尤其组织战动员 就是柯文哲他的很弱的一个弱项 很多人提到这个 他自己承认了没有班底 这个方面他一定会列入主席的评估的 是的 好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这次要寻求连任 他们快速的清理战场 而快速的整队 快速的把那些位置全部都摆好 你不管是好或不好 或者说老院长回国等等 那他这个蔡英文女士 他参选寻求连任总统的 这个意志力非常坚决 但是呢 我们看11月24号 那个九一大选的一个开票结果 可以感觉到施政不利 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败因 所以你怎么看待蔡英文总统 他这时候的一个态势呢 他们现在几乎是等于 这个候选人是定义一尊的 所以他在积极寻求 民意的一个接受 那在寻求他 这个支持度的一个提升嘛 当然我们希望他做得很好 他能够来利益我们国家利益人民嘛 那如果分析整个他期中考 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然后一直灌连到所谓的中百项 一直到2020总统大选呢 或许王院长可以针对 我们等一下会保留时间给院长的 包括他的弱项可能是两岸僵局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治国 那以及拼经济是始终的一个罩门 那还有哪些执政不利 而会拖累民党选情的因素 而这就是可能释出一个空门 让您可以长驱直入 是的 当然他在很多政策上 比如说推动连改 可能让很多人好像受了伤 那大家觉得很不满 这类事情是不是有办法 在近期里面再度的改善 我看也不是很有机会 他像他做的一个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是完全失败的 那在转型正义上来说 他是要希望能够消弭过去的恩怨 那这些所谓仇恨都一定要解除 那一定要和解 一定彼此一定要再互相尊重 换来一个新的合作 所以转型正义在他所提的一个内容 好像有制造新的一个对立一样 那转型正义 你如果还没有走出一些怨愤 或者是救伤的话 那平护过去的一些对立冲突的话 我看这个转型正义就没有办法做好 何况有一些官员 他们的言行又更激化 整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对立的场面出来 所以在这方面当然民怨上还是存在的 是我想这个造成伤口 这可能就是执政他们最不利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新年快乐 让地球更快乐 大金空调做到了 大金首创的R32环保冷媒空调 恒温舒适 创新科技 不会破坏臭氧层 全球暖化系数减少75% 真正做到节能环保 爱回地球 新年大金空调助理 他们认为科技可能会参选 虽然没机会 流远版 然后说 问你会不会担任副手 担任什么 副手 谁啊 流远版 很重 太罗了 要当谁的副手 没写 当然不啊 当然不会啊 不然出来干嘛 ocal newcomer 让张 旋 ira 还可以 还不错 很� 对 对 ordination 我 quand oh 大概六七分钟 有怀旧 文青 亲子 粉丝等多种赏灯路线 2月16日起 一次逛不完就来多逛几次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月长这个下面给你啊 请走在探学的楼面啊 第一句两个讲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柯一云 音乐家的态度流行更有深度 听你的温度 听我的态度 917在一起 郭初立伦 台南是不是赵南 他的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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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的身旧 七旧 对 七旧 对啊 七旧都已经 照理说你的机会很好了 所以他主持这样可能 很乐全国庆 在台中以南就没有 台中还可以 他上次准备 看过他的那个 他大概中复 直准中复 奇怪哦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月长 参选总统总有参选总统的宣言 宣言吧 我们可以提前抢先知道 因为一定是要想要治国 解除民怨 带给民众安居乐乐的生活吗 对 我参选的一个这个理念 就是一定要让国家人民的利益 都超越党派之上 第二呢 也一定 自己当选也要让我们的国家 台湾都能够赢 这个赢才能够带来 我们这个人民生活的一个改善 跟安定 所以我参选的目的呢 最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 当然就是要在我们国内 要取得大家的团结 这个美国总统 川普也不是说他要团结美国吗 那我们蔡总统也是希望团结台湾 所以我想团结台湾这是有必要做的 化解这个对立 化解冲突 能够得到一个国内和解 才能够团结我们的国内 第二呢 当然两岸牵涉的范围非常广 牵涉我们的经济 牵涉我们的安全等等 所以一定我要追求国家的安全 国家安全是多面向的 那么像科技 像资讯 像人才教育 财政金融等等 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项目里面 包括军事国防 那第三当然要拼经济 经济能够获得改善 经济继续繁荣 让人民过一个好生活 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 要追求国家的安全 社会的安定 以及经济的一个改善 我想这是这个参选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院长在这个两岸政策方面 你想想连韩国瑜他那么明确 他就是九二共识四个字 可是他没讲一个这个形容 或者说权势就会被K 那当然就蔡英文总统 他在习近平五点谈话以后 他的回击 他的网络声势暴政了 所以你怎么提出你自己的两岸的立场呢 两岸这样子 就三个选项 同读 那 最后就是九二共识 但是现在 也同不了也读不了 九二共识 就是维持现状的基础 所以同读维持现状 这三个险象中间 同没有顺 读也没有顺 那维持现状 因为九二共识 等于现在 被民进党所不接受了 所以现在台湾何去何从 我想任何人再提这个问题 大概就是面临 中国大陆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中原则 美国要的就是一中政策 所以要尽量在这两个重大的 这样一个 影响我们最大的国家里面 那尽量来取得这个平衡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未来 要尽量来思考的一个基础 所以现在 我说什么共识都没有关系 我想一定要国内先取得共识 所以我如果 这很难 我难不难要诚心要努力 所以我如果说当选总统的话 当然我要邀请国内各界 诚心诚意的 那一起来共商 共同讨论 那总要提出一个 共同的见解 共同的意见 才能够跟对岸来谈 才能够在世界上 能够这个 等于做有非常好的一个往来 所以这方面 我想就是要努力 要做的 所以现在你叫我说 对九二公司看到怎么样 我一直到现在 我不表示一切 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讲的 先这个集合国内的一个共识 然后定调以后 才来做一个运用 院长如果您一旦当选总统 您会启动修宪吗 这个到时候看看 也是要各界的共识 对啊 也要各界的共识 现在没有各界的共识 人们没有共识的话 你也是这个白做的嘛 不是你一个人的艺人角色 那就是独裁了 不过就总括就在这个桥 桥梁的桥这个字 我想这个 为什么出书 出书出名定为这样 我觉得大家就是 言简意干 问你一个总结性的议题 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 就当然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您通过初选参选总统 而且您势必有这个决心意志 想要取得胜选 然后只做一任 这是很明确的 但是如果万一呢 我们推一百万两百万步来想 如果未来国民党还是取回执政 您会愿意组阁 或说有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海基会董事长这些 您现在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现在考虑这个都太久了 是天际间的事了 不必去 不必多想 对 现在努力呢 就是赶快 能够赢得人民的一个接受支持 能够获得参选的正当性 好院长还有最后三十秒 您如何通过胜选呢 如何取得胜选 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又能够做什么呢 有把握通过党内出选先吗 因为朱立仁好像跨越中部 尤其中南部 南部 他势必 看台南内战 势必有一些盲点 这个我不敢说人家 但是我应该是 全国各地的我都很平均 未来还要打海战的意思 就是在国外 或是在中国大陆 还有台商的一些动员 也是主持编组了 华侨或者是大陆的台桥台商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台商 或者是其他的各国的一些 重要的智库 或者是各个单位 那么他们的一个互动 这个都是属于海战方面 所以陆海空 三面的一个作战 都是必须要努力的去进行 好我们今天看到自信 而且坚定 现在已经非常周全的 还有这个因缘巨组的 王金平 王毅前院长 坐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就是我们访谈 我整个访谈下来的一个感受 那也祝福王院长 谢谢 希望大家都支持 多指教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今天收听 也谢谢王院长 第一次走进录音间 我们随后也会看到他陆续 参与其他的媒体的一个采访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